第五场赛事是四班千四米另外一组 马尔代夫开飞是最热的2.7倍 过完关之后2.5倍 之后就回飞回首3.3倍 取代它成为大热门就是三元密佬 开飞4.8倍 开炮的时候落到2.8倍 金碧科开飞4.6倍 开炮的时候就回飞回到上去7.8倍 创高峰这匹马开头有十几倍 开炮的时候只有86元 第五场是四班千四米的另一组 也是3T的斥关 一起步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战斗英雄 这几次出门都聪明 这马越来越稳定 接着出来的马 三元密佬 最后臨场成为大热门 外当迈来就军炮 然后就的爱至宝 创高峰暂时贴着栏第五岛 在他旁边热门的马尔代夫 再接着超炮王 很有利 暂时电后就零丁丁一匹 是金碧科来的 跑了四百米左右 大门三元密佬 以战架走上去带头 这里还顶着战斗英雄出二叠 三叠的军炮更加不用问 绝对迈不来 因为放得很快 在内侧橙三是的爱至宝 贴着栏带英创高峰 过几码位之后就马尔代夫 最后三位置很有利 最后超炮王 包尾暂时还是金碧科 头面说距离 看就很近 五六个码位都大 原来不慢 看完标 第二段开到21秒48 所以三元密佬 他平时就不敢跑 带头看看怎样 暂时拍着战斗英雄 率先进来直路 首位第三位在内供 暂时创高峰 还没有位置 中间上来就是的爱至宝 外面马尔代夫 这里看了空 看看打下去怎样 因为他今天增情 外面还有超炮王 留意最后的外供 这只金碧科 左闪右避 最遭迈的时候 前面战斗英雄 暂时过了三元密佬 三元密佬还没断 内供出的马 创高峰 但我当时整个堆盖上来 超炮王金碧科 重点前风云识变 结果中路这只创高峰 让他先到 第名金碧科 第三名战斗英雄 第四名很有利 这场很明显 都是赫美连骑赢了 尾了几步省掉 危险是金碧科造成的 金碧科其实如果不是 直路一道内闪 又抽左边姜诚 可能赢了 但是前面 为什么三元密佬 会自己要带头 他又不是 左望右望 没有抹走 开始以为 的爱自保戴上眼罩 会走 没有走到 军炮我又不喜欢他走 他又走去一早下空 这些都是抹得的 这些赛绩 军炮有问到跑法 他又说 他想着战斗英雄 会带到他进去 谁知道又没有 连到来的爱自保 已经顶到他内侧了 所以就三点 当然这么说 难道说等降班吗 民军炮 但他真的连不出去 因为很快 他真的连不出去 另外现在赢马 创高峰今天也吃了一点点优势 他在内南比较省位 留意金碧科 有利 他进到直路 这边已经要抽一抽 左边姜诚 马上有点耐闪 打右手边 这边再抽 这边真是知座座 如果不是这些资座 可能赢了 然后再进到最后的几步 又再耐闪 军炮得最厉害是他 是的 你抽两抽 你现在回来就输了 拍照输了 这里就耐闪 急剧车来 真的 那边是中点位 里面那些危险了 其实我们还没看完 那边 潘顿那边也挺咬烟的 真是 不过金碧科也没办法 你又想用多一点减绑 为了减绑 那见习骑士的操控也没那么好 本来自从舍恩斗输 比较少了 拍照输 今天也是拍照输 始终是马尤 那边要抽两抽 好 看看头马一张照片 刚才浩然也提着 有个很危险的情况 但我们在刚才的镜头 其实看不到 听下董事说 看看有多危险 第五场 建习骑士周俊乐 金碧科在后面追上来 但因为他在接近中点的时候 都犯了不小心拆 其实要罚停赛 事实上是他一直在推进 在末段的时候 他们又有一只马走过来 最后接近中点的时候 他就连到超跑王那里 都受到紧逼 继续带走进去 就令到马尔代夫过了中点之后 那里都受到挺严重的挤挫 而且潘顿都要大力 避着马 令到马那时候都有失体 潘顿真的跌下来 这里周俊乐就成为了不小心拆棋 罚了两天停赛 兼加到一万五千元的罚款 有一周俊乐 其实他之前都已经有一项 不小心拆棋 那个停赛在下个礼拜周行 他今次这一项 不小心拆棋 就会跑完11月4日之后 就停8日和11日这两天 我们看跑马 通常看他过中点就算了 原来过中点之后 真的失体兼几乎跌下来 如果这样算是罚两天算罚得少 因为已经有前科 已经背着身了 因为说的是严重性 我们因为在中点前是看不到的 原来过中点之后 那个是潘顿 我们有几可见潘顿这么狼狈 他就由整个身去马前面 还有侧了一边 连着脚都摔起了上来 其实这次的严重性很大 这次是 都很幸运了 其实因为马失踢 他其实已经抛了上去马颈 抱着马颈 都没有落地 没有事 不怪不得了 真是吓死宝宝 就是 赢了北极光 有那些创科先锋 至理共想上名 骑完这只马尔代夫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上名 对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吓死了 对 六环彩拍都不见 对 由第五场开始 其实就是 潘顿今天都出了这么多场赛事 就是 由马尔代夫开始 下去 那六场赛事 就是有热门的 但是一场都没有上名 潘顿这么胆大 你说吓得了 我又不是太相信 他真是 是 但是 中间就不是 就是不好运 就去他手了 然后你就会吓死了 所以真的 记得有时候都 骑马跑过终点之后 都再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